我们这个系列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主题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真实的经历神 我要这样子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非常宝贵 而且神也非常的真实 那么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里面 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吗 是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相信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跟这位神若即若离 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的见证 我们觉得很羡慕 他们怎么可以跟神关系这么好 他们怎么可以经历这么多神的作为 在他们生命中 有时候想想自己觉得 是 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好像在大部分的时间 跟人生的历练历程当中 觉得神又离我好像还稍微的遥远 不是那么的真实 那么好不好 我这个系列我很想鼓励大家 很认真的来看看这个主题就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很真实的经历神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很真实的与神同行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祂是那么的信实可靠 我们懂得怎么样跟祂互动 我们经历祂不是人生当中偶尔的一次 而是天天的常态的我们经历神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的人生将蒙受何等大的祝福 在教会里面我也常讲 我们要影响成千上万的人 但是这样的事情 除非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真实的经历神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想用这个系列来谈一谈 我们的生命要进一步被成全 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经历神 与神同行的人生 所以我要来用这个主题 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我今天要先谈一谈信靠神的爱 我的重点是要真实的经历神 如果你没有信靠神的爱 那大概会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对神的爱有所疑惑 或是有所困扰 那么很多时候你很难真实的经历神 那关于信靠神的爱 今天的主题经文这么说 这是使徒约翰他在写的书 约翰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他在写 约翰福音里面写 写我 我约翰他不会这样子写 保罗常说说我使保罗怎样 蒙糟了保罗怎样 约翰从来不说我约翰 约翰每次讲自己都说 那个主所爱的门徒 这个人很夸张 然后他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圣经他自己记载 他就贴近耶稣的胸膛这样子 很傻娇 耶稣这样子 那约翰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活最久的 那他后来也写了很多的书信 约翰一二三书甚至启示录 约翰在用他一生很长的年日里面 他经历神的爱非常的深刻 所以谈到爱这个题目的时候 好像约翰更能够很深刻的来表述他 那我们今天看了这个主题经文 他说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我请你把也知道圈起来 然后也信圈起来 好吗 我相信约翰在这里 试图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 知道是一回事 你满心的相信跟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地方的人 很多人知道神爱我们 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满心的拥抱 确信 从你内心最深处里面很确具 神真的好爱我 我也好爱神 而且我天天与神同行 你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表达吗 也许这样子就要考虑一下了 我从小在教会的主日学长大 有一首歌说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要告诉我 所以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是 这首诗歌非常好 但是圣经爱我是让我知道 耶稣有因为神爱我 但是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 经历神的爱跟信靠神的爱 这就是我今天试着 鼓励大家我们一起的来探索 我们一起来了解 我们怎样拥有一个 真实的信靠神的爱的生命 九主帮助我们 那我今天也要从这两个角度来描述 一个是知道 一个是真实的拥抱跟相信 讲到知道这个领域里面 我认为有两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头脑非常清楚 我们必须要在知识上面先知道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是惦记于祂慈爱的本质 换句话说 神对我们的爱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这样讲也许有点夸张 爱当然是有关系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认为我就必须要出生背景好一点 我就必须要长得漂亮一点 聪明一点 或者我最近要表现圣洁一点 表现有爱心一点 那上帝才会爱我 神才会爱我 我们不是故意的 这是我们人之常情 因为我们跟人之间互动 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对一个人不好 我就不会期待这个人对我好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付出对一个人 那么我就无法预期期待 他对我有相对的付出 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很真实的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事 你面对的是神 我们的神 祂对你的爱不会改变 因为重点不是你怎样 重点是 慈爱是祂的本质 请你跟我说慈爱是神的本质 所以神爱你 神爱我 跟我的出生背景无关 跟我长得丑 长得漂亮 跟我是智商高 智商低 还有跟我的绩效 跟我的表现 都无关 我再讲一次 无关 那只关乎什么 只关乎 那是祂的本质 祂就是爱我 那你要怎样 就是这样子 祂的本质是这样子 你说你怎么知道 神的本质就是慈爱呢 旧约当摩西被神呼召 去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的时候 后来以色列果然出了埃及 当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 神再次的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 因为神要颁布实戒给以色列人 在那个场域里面 圣经记载摩西面对面跟神对话 人类的历史上仅有这样子一个人 他可以面对面跟神对话 那当摩西可以有机会面对面 其实他不是真的看见神出现 是听见神 知道神的荣耀同在那地方 听见神的声音在那地方 当他有机会在西乃山上 跟神面对面对话的时候 摩西代表全人类 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神啊 你到底是谁 摩西要问的是说 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 你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觉得摩西真的问出我心中 很想问的话 主啊 神啊 你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把我们以色列人救出埃及 我们知道你就是 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 那么好不好介绍你自己一下 到底你是谁 你是一个怎样的神 在那一次的雷电交加 一个非常令人正色的一个场面里面 神向人类介绍他自己 你知道神怎么 神第一次很正式的介绍他自己 是怎么介绍的吗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吗 在周报上没有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神第一次正式的揭露他自己 让人类明白 如果我要介绍我自己 那么我要介绍我自己的 第一个不是全能的神 第一个 是 我是全能的神没有错 可是第一重要的不是全能的神 第一重要的不是审判的神 第一重要的也不是严格的神 不是凶神恶煞的神 当神第一次正式的要揭露他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神说 我是一个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 人类从自己的经验值要投射一位神明 我们通常不会投射出这样的神明 所以我非常确信基督教所说的神是真神 你不相信 没关系 我相信 因为人类自己所投射的神 通常都是 为什么 因为你不听话我就修理你 我就审判了雷电交加电死你 为了要让你降服我的神威 可是当这位神 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 第一次揭露祂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祂说 我是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神 如果在旧约圣经里一路的再看下去 无数的经文描述到神慈爱的本质 下面这段圣经节很多人也不陌生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其实这段圣经节在诗篇第一篇 136篇第一节 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祂的慈爱 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如果你有空看一下这段圣经节 后面全部都是 因为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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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大堆 就这样子 圣经里面如果你读诗篇里面 你不断的会看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诗篇 这在表述什么 表述我们的神 祂的本质是慈爱的 我要讲什么 在知识上 在认知上 你要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神的爱 因为跟你无关 跟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无关 跟你的出生背景无关 跟你的表现无关 跟神的本质有关 因为神就是慈爱的神 而神怎么表达祂的慈爱 在旧约圣经神跟以色列之间的互动 表达祂的慈爱 透过诗篇 透过很多认识神的人 描述神的慈爱 在新约圣经神更进一步的 用一个方式来表达祂的慈爱 这个方式就是 神把祂自己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说基本上是 神把祂自己一切丰盛的慈爱 一切的饱满放在基督耶稣 祂的儿子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请你跟我说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圣父 圣子 圣礼 是同等同尊 同样的本质 那神把这个圣子拆到地上来 然后神让他透过救恩 神让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 你要知道这个爱子是神一切的本质 所以下面这处经文我很喜欢读 来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住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在圣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拥有神一切百分之百的本质跟丰盛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然后祂的慈爱 做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 神把这个拥有神自己本质 一切丰盛本质的基督耶稣 放在那一些愿意信靠他的人里面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圣经说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 你知道这是神慈爱最大的表彰 神慈爱最大的表彰是什么 是把祂自己的丰盛 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神的慈爱最大的表彰就是这样子 神不是口头上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神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祂慈爱的本质 祂不仅自己有慈爱的本质 祂也把这种本质透过耶稣基督 来放到我们的里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对神来讲 祂最希望的就是 我们跟祂之间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 祂希望我们跟祂之间毫无阻隔 而且祂希望有一天可以提拔我们 可以跟祂平起平坐 你说 牧师你不要讲得太夸张了 祂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伟大的神 我只是一个人七十亿分之一的人 我怎么可能可以跟神平起平坐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来 我请你把一同坐在天上圈起来好吗 圣经讲一同坐在天上 他背后的概念就是与神一同坐着掌权的意思 神把祂的宝座分给我们 分享祂的荣耀 分享祂的权品 你觉得这不可思议 其实也不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神把家庭跟婚姻赐给人类 神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人体会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当父母亲的 我儿子最近回来 我女儿最近会11月放假会回来 我很期待跟家人在一起 我们平常在网路上有很多的互动 我印象很深刻 当我第一个孩子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我跟我的太太进产房 我有学拉梅姿你知道吗 这样子 我是帮我太太在那里呼吸 呼吸 呼吸 我太太是生产最优雅的产妇 她没有尖叫到喉咙沙哑 她没有 那护士就说 哇 你好优雅 连生孩子都这么有气质 实在是不简单 不管怎么样 她生完孩子之后 医生立刻把肖木唇拿到我手上 让我抱这个婴孩 我真的说 当我第一眼看到我的女儿的时候 虽然有点恐惧战警 但是有一种无法描述的言语 我觉得我会把我一切所有的 给这个孩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爸爸 我愿意尽上我一切所有的 来爱他 供应他 支持他 给他一切我所有 到今天我还是这样子 请问我的女儿刚生出来的 是的 蛮漂亮的 但是跟他长得漂不漂亮 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他IQ多少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这个智障或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他有没有说 爸爸你好 我帮你做家事 我帮你洗碗 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绩效表现有没有 但是作为父亲的本质 不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对象 我知道一个健康的父母亲 就算我们生出有残缺的孩子 你仍然对他有极深的爱 那个跟这个婴孩无关不是吗 而是因为你是父母 你是父母的本质 所以你爱他 毫无条件 而且再进一步说 有一天你也希望说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 他可以分享你一切的资产 你同意吗 你要把你一切所拥有的 不管是物质的 精神层面的 你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跟资源 你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 所有的弟兄姐妹听我说 所有的来宾朋友听我说 为什么神给我们婚姻跟家庭 因为神要展示他自己的心意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本质论 神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 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愁美 不是我们的出生背景 而这是他的本质 而且他把这样子的爱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也有能力可以回应他的爱 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 在知识上 在头脑上你要知道 上帝 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神的爱 因为这是祂的本质 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祂的爱呢 因为这是根据祂所承诺的应许 也就是说这是祂答应要爱我们 祂承诺要爱我们 那么我们的神是一诺千金的神 我们的神不会违背祂自己所说的话 神对我们的爱不仅根据于祂的本质 神对我们的爱也根据于祂答应祂要爱我们 我们来读几段圣经上面的话好吗 来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一位最懂爱的这个门徒 这个使徒约翰 他在表达我们今天有能力爱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而且神已经照祂的话所说的爱我们了 旧约圣经讲到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卷书叫做雅各 雅各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 雅各是在描述神跟人之间的爱 他用夫妻之间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 来预表我们跟神之间的爱 所以他这地方说旗字是什么 旗字 旗字叫banner 我很喜欢这个旗字 因为这是banner的意思 那旗字就是记号 当一个国家的旗字升起来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国家被显露出来 在世界上是存在着的 意思就是说它被高举起来 它被显露出来 它被证明它是很真实的存在 为什么要说以爱为奇在我以上 神对我们的爱 是一切跟我们之间关系最重要的记号 神跟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互动 有很多的关系 有很多的层面 可是爱是最高的层面 爱成为旗字 当旗字扬起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集合 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指标 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一个记号 我们的良人 他的爱成为我们的旗字 当他说他爱我们的时候 这就是他跟我们之间关系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是神的爱 他答应他要这样子爱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信靠神的爱 是因为祂预计我们 神不仅在口头上面答应爱我们 神也在实际的行动上面 做出爱的行动 我们常说爱不要只有讲了讲了很会讲了 但是一点作为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你就最好不要太相信他 可是如果他不仅讲而且他做 他做出爱的行动 那你说他神有做出什么爱的行动呢 在新约里面 在旧约当然很多以色列人 跟神之间的互动 可是在新约里面 神做出最大爱的行动 就是祂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过分 把我们挽回到祂的怀抱 好让我们可以跟祂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 所以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猜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的 神已经做了 而且这是祂永恒的救赎计划 祂爱我们甚至牺牲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祂付出极大的代价 目的是要把他们挽回 挽回做什么 挽回好让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 这就是祂拆遣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祂表达爱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不一定信耶稣 甚至很多人对基督教很多的批判 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做的 在你还没有来教会之前 你也花了很多的心力研究 甚至批判基督信仰 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态度 面对这位基督或者面对我们的神 不管你对祂过去的态度怎样 其实在你批判祂 在你攻击祂 在你甚至咒骂神的时候 神已经为你拆耶稣基督到持节上来 而且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说这就是神的爱 我们来读一下好吗 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神的爱是你还在骂祂 你还在咒诅祂 你还在不相信祂 你还在嘲讽祂的时候 神就已经为你而死了 我想对我们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敢嘲讽我 敢背后骂我 我没有骂回去 这就是我很高尚的地方 我还为祂死 你别傻了 我还为祂死 但是我们的神是这样子 在我们还跟祂敌对的时候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已经拆祂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了 圣经说这就是神的爱 这一切都是神的应许 神也真实这样子做了 还有很多的话语 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圣经的话语 一一的拉出来 讲到神答应祂怎么爱我们 怎么爱我们 那这一切都是神的应许 关于神的应许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下面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神说的这些的应许 也为我们做成了祂的救恩 那么今天照祂所说的 祂一定会爱我们到底 祂一定会这样子做 因为祂不能够违背 祂自己所说过的话 祂也不能够违背 祂诚实的本质 我前面我在建构的是 你要在头脑知识上 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神的爱 这两件事情都跟你我的表现 跟你我的出生背景 跟你我的状态无关 神向着我们的爱 是根据祂的本质 也根据祂的应许 所以神向着我们的爱 是恒定是不变的 这个知识 这个知道是非常的重要 也因为这样子的爱 爱到一个地步 神甚至告诉我们一件 我们很难以相信的事情 就是神说祂爱我爱你 跟祂爱耶稣基督是一样的 我常常觉得圣经上很多的话 你做仔细想一想 你会很震撼的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等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再读一次 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句话是耶稣的祷告 耶稣最后的祷告 祂为教会合一的祷告 可是祂祷告里面有一句话 祂表明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 但是耶稣说 父啊 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祢爱我这些的门徒 还有爱未来信的这些的门徒 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 圣经上所描述的这一位神 是怎么样的爱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的空间 没有任何可以困惑的空间 来质疑神的爱 我现在讲的先是知识的层面 你要认知 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可靠 因为这是祂的本质 也这是祂的应许 祂也不是说说而已 祂真的做了 祂向着我们的爱很真实的事情 祂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拆遣下来 为我们的罪而死 使我们跟祂恢复关系 这就是整本福音的本质 为了今天的信息 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做PowerPoint 下面让我一点点PowerPoint秀 可以吗 神起初创造人类的计划是这样子 神是习在 永在 永恒存在的神 我特别去找那种金箔的背景 因为黄金预表神是最荣耀的 所以请你跟妈妈说 神的本质很荣耀 好 那神创造人类 神按照祂的形象创造人类 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神要让人经过一个考验的过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初创的人类虽然有神的形象 可是他还不是神最后的产品 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 神要人能够自己做选择 他要选择与神在一起 还是要选择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简单来说 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放两棵树 一个是善恶树 分别善恶的树 一个是生命树 上帝跟人说 善恶树你不可以吃 生命树是可以吃 还有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但是这棵树你不要吃 那经过一段时间 如果人类一直的这样子的顺服神 我相信最后人类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步 就是上帝会把这个生命树 这棵树里面吃生命树一个很重要的预表 就是神要把祂的生命的本质给人 注意 这个人 心这个地方变成金色的 有注意到 请你跟妈妈说 人里面有神的本质 跟他讲一下 我做这部分都是背后很多神学的 我跟你说 那人就经过这些的熬练试验 人证明自己是顺服神 我是跟神认同的 我愿意站在 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我的生命 那么这样子就经过试验之后 是成为一个合神性 而且可以领受神生命的人 但是后来人选择离开神 人自己决定善恶的定义 人跟神说 你不要告诉我什么是对我好 什么是对我不好 你的太八股 你的太古老 我认为自己认为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自己决定 谢谢你 不用麻烦你 不用来跟我说 所以创世纪在伊甸园 很简单的描述这个过程 这个人 人类受试探离开神 人选择善恶树 所以神就把生命树封锁起来 当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罪就进到人的生命里面 从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挣脱不了罪的捆锁 所以保罗说行善 励志行善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我们在里面有一种罪性 有一种罪的力量 使我们知道 使我们明明知道 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我们偏偏做不到 那不应该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偏偏就是去做 如果你是成年人 不用成年人 小孩子也一样 你知道我心里在说什么 你有这种经验 我也有这种经验 那这就是一种罪的诠释 那因为人犯罪之后 神就封锁生命树 免得人带着罪永远活着 这对人类来讲是极大的折磨 所以神为了保护人类 可以把生命树封锁起来 好 这就是人类后来的结果 那你说那神做什么 那那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神启动祂的救赎计划 神做什么呢 神让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注意 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成为人 注意祂里面的本质都是金色的 祂是神的本质 可是祂外面框着一个绿色的边 就蓝色的边 只是祂外貌看起来像人 可是祂里面是神的本质 请你跟旁边说 修哥跑朋友做得不错 我跟他讲一下好吗 鼓励我一下 好 那你说 那成为人 我告诉你 成为人 神如果祂是神 祂不需要受试炼 因为祂是完美的 祂完美 完美 完美 但是因为基督道成肉身 穿上了人的样式之后 祂就需要经过试验 一样 祂跟夏娃亚当一样 他们要经过试验 因为祂有人性在里面 祂要经过试验之后 证明祂是顺服的 证明祂学会的顺从 圣经说 基督也从苦难当中学了顺从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旷野四十天 受撒旦的试探 圣经说祂也凡是受过试探 只是祂跟我们一样 受过各样的试探 只是祂没有犯罪 耶稣胜过一切罪的试探 证明祂是顺服神的 也因为这样子 祂有资格可以为人的罪 代替人的罪 所以神预备了耶稣之后 神开始祂的救赎计划 是 我们本来这个人在这里 我们选择了善恶数 我们拒绝了生命数 最到人的生命里面来 但是在这种状况里面 神赐下基督的救恩 使人接受救恩之后 就可以领受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就是 我们罪蒙赦免 然后可以领受基督生命 我们成为一个罪蒙赦免 可以领受基督生命的人 注意这个人跟刚刚起初神 亚当第一张图后面这个人 是一样的 有没有看到呢 我要讲的 这就是神很重要的计划 这一些过程里面 因为神拆祂的儿子 道成肉身 透过祂的儿子 我们今天也成为一个 拥有神生命本质的人 所以基督被我们成为哥哥 然后我们因为在基督里面 分享了神的本质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圣经上有一句话 常常我看得很感动 我们来读这句话好了 来 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桌做长子 所以结局就是这样子 我到目前为止讲的都是 神怎么样对我们 祂对我们的爱 因为祂的本质 因为祂的应许 还有祂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工作 这是在客观的这个部分 神对我们的爱是恒定的 是不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全然的信靠神的爱 好 那这一个认知 接下来是处理我们这边的问题 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 既然神的爱是这样子的 神的爱是如此的稳定可靠 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回应就是 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 来支取祂一切的帮助 所有的弟兄姐妹 来宾朋友 我现在讲到重点了 前面我讲的比较是有点神学 跟知识性的概念 可是这些东西怎么运用在 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呢 如果神在客观上是一个这么可靠 这么坚定的爱我 那我怎么样活在神的爱中 信靠神的爱呢 我们要先了解 通常有两件事情 会让我们失去对神的爱的信心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自己的软弱跟失败 有时候我们看看自己这么糟糕 连我自己都很讨厌我自己的 别人怎么可能会爱我 神也不会喜欢我的 这是我们自己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环境上面所遭遇到了苦难 我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神一定遗弃我了 神一定不爱我了 不然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自己产生的结果 一个是环境所产生的结果 这两种结果会挫败 我们对神的爱的信任 但是我要说的 神的爱却是恒定不变 祂永远爱我们 而且祂的爱是永远的信实可靠 我们现在处理第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的软弱跟失败 我告诉大家 撒旦有千百种的方法 可以告诉你 你多么烂 你多么糟糕 你看你又失败了 你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 你这样子根本是一个不配去见神的人 你这样子的人 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的 你觉得神还会爱你吗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挫败 我们自己的软弱 使我们对神的爱 失去信心 但是在这里我要再次鼓励大家 圣经上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来 圣经说不要怕 不要因为好像你自己做得很糟糕 你自己表现不好 你觉得你自己污秽肮脏 你就觉得不敢去见神 不敢来到神面前 因为我们常听到有一些人说 你们教会都是圣人 都是圣人 我们这种罪人在外面看就好了 你们去就好了 很多人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跟误解 最近我听到有一些 对经济教会最大的误解是 经济教会都是有钱人去的 我们这种没有钱就不用去了 奉主名砍断了 阿们吧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好像我们建筑物还不错的样子 神不是这样子的神 不管你今天表现怎么样 你有钱没钱 你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不可爱 你觉得你很聪明 觉得你很笨 你觉得你罪恶缠身 你觉得你做过一种 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罪过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圣经说 你要坦然无惧的 勇敢的信任神的爱 来到神的面前 我也要得着帮助 圣经很重要的观念是这样子 你如果跟神离隔开来 你就更没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你的软弱只会更多的强化 更加的软弱 所以神要你不要看这些的软弱 以为神就拒绝你 没有 神没有拒绝你 坦然无惧的 勇敢的来到神面前 唯有你跟神连结 唯有你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 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连续赦免恩惠 还有神给你力量帮助你 让你可以脱离那些你的失败软弱 那些不好的习惯 那些错误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神的能力 与你同在与你同行 靠着你自己是更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地方神说 我的孩子不要定自己的罪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害怕以为我会责备你 我会攻击你 我会定你的罪 我会用雷电打死你 神说不要这样子想我 我是满有怜悯 恩典 充满慈爱的神 勇敢的来到我面前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把万物都拿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其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圣经说 这段圣经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上帝把他最宝贵最宝贵的儿子 都给了我们 那么上帝会不会说 那其他的东西我不给你 就这样好 其他都不给你了 保罗说 神会这样子吗 神会这样子吗 你觉得保罗希望得到的答案是 会还是不会 不会 神一定会把万物怎么样 也赏赐给我们 不过 这个万物不是老师来世 你不要误会 这个万物是指 你需要去完成上帝给你的生命的呼召 跟命定一切所需要的资源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领受上帝给他一个意向 领受上帝给他一个感动跟负担 然后看看自己 我学历不好 我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 虽然那个意向 虽然那个目标很好 但是不可能了 我大概很软弱 我只有一个人 我能够做什么呢 你如果认识神跟祂的爱 神既然把耶稣基督给你 而神也把你生命的呼召 放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神就已经把完成那个上帝给你心中的 上帝给你的意向跟梦想 所需要的万物的资源 神已经预备好了 白白的赏赐给你 三十年前的我对这件事情 还不太能够理解 现在的我是满心的拥抱 当我想到惊喜教会的意向 要拆开出陈天上的宣传 的时候 我觉得那几个人是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当我们傻傻的以为神 真的愿意帮助我们走向那条路的时候 当你越走越走越走就发现我开玩笑 资源全部都过来 万物都为你所用 阿们吗 我要讲的就是 这就是神的话 神爱我们 神希望我们可以认识祂的爱 信靠祂的爱 神既然把耶稣已经给我们了 神也把万物来 有时候我们说万物来就好了 耶稣有没有来 我不知道 我看没有 没有 万物来 比较快 万物来 我们的眼光浅短 那我们常看看没有万物 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 我要求主帮助我们 神很乐意 第一个帮助我们 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然后带领我们 还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跟梦想 神会把万物连同祂自己 都白白的赐给我们 这一段圣经在讲到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需要神的资源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所喜悦 跟神给我们生命的呼召 神我方式跟呼召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信靠神的爱的地方 所以不管你自己觉得 自己表现多软弱 不管你自己表现自己多糟糕 你有多么罪恶深重 圣经说 不要害怕 来到我面前 我这时候把浪子的故事图像 放在你心里面 耶稣说那个二儿子 浪费了父亲一切的资产 只是有一天他醒悟过来 他觉得我爸爸家里这么有钱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猪抢豆驾吃呢 我决定回家 坦白讲他也没有真正的悔改 他只是肚子饿而已 对不对 但是他一旦回家 他发现他爸爸怎么样 完全的拥抱欢迎 他爸爸有没有说先坐下来 算算你欠我多少钱 你把这个从猪圈回来洗澡洗干净 再来让我拥抱 爸爸有没有这样子 耶稣用这个故事来完整的表达神的爱 太多时候这个儿子就 爸爸不会再爱我了 爸爸不会接纳我了 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来处理第二个问题 是我们遭遇到挫折 我刚刚讲说两种状况 会使我们失去对神的爱的信心 那个是我们自己的软弱 第二个是我们在环境上遭遇到 痛苦 艰难或者挫折 那这是真实会有的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同样在这段圣经后面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保罗的意思是说是这一些吗 我们接着读 来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是在我们基督耶稣里的 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 请你把深信这两个字圈起来好吗 保罗这地方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彻底的被这样子的一种信念说服 就是神的慈爱是他的本质 神的慈爱是因为他的应许 还有他已经照他应许所做成的事情 就是他已经拆他的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 白白的把耶稣赐给我们 也把万物都赐给我们 这一些的客观的事实 神慈爱的本质 神不变的应许 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命 这些客观的事实 保罗说我已经彻底的被说服了 我深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患难吗 这些饥饿吗 这些生这些死吗 都不能够叫神跟我的爱隔绝 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受到考验 当我们遇到我们生命当中 重大的失败 重大的失败或是失去 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我们所爱的 不管是人或事或物 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中常常有很多的忧伤 我们觉得如果神爱我 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就会打折扣 有时候在世界上的嘲讽 这世界上的排斥 说真的如果你信耶稣 你做一个认真的耶稣的门徒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相当辛苦 因为你有一种价值观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你过一种生活方式 我只是被别人嘲讽的 但是我们不管外面这些的攻击有多大 环境的压力有多大 保罗说 我非常确信 神给我的爱绝对不会隔绝 我不会被这些的患难 被这些的逼迫 来影响我对神爱的信靠 我今天世主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神的慈爱是祂的本质 而且神不能够违背祂自己的应许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事情 从客观来说 神是恒定不变的 那么我们愿不愿意操练我们的信心 来信靠那从神来的爱 不被我们自己的挫败所挫折 也不被外面来的困难逼迫 来削弱我们的信心 如果可以这样子 那么我们将坚定的永恒的 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爱 最后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最终来说 神要得着的 不是为祂做工的人 神要得着的是可以了解祂的爱 跟祂在爱里面有很深的互动的儿女 我再讲一次 最终神要得到的 不是帮祂做事的人 其实神有能力做事情 神也不需要我们啪一下 神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完 可是神允许我们跟祂一起完成 我们神给我们生命的意向跟目标 这个重要的目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希望跟我们建立一种很亲密的爱的关系 神要我们真实的做我们自己 然后成为一个儿女 因为上帝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神要你真正的了解祂对你的爱 而且跟祂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 父子 父女之间的关系 甚至圣经有时候用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都不是只有事情吧 然后父子 亲子关系不是都有工作而已吗 钱怎么分配 这个遗产给你多少 不是只有这样子 有很多的亲情 有很多的关系的建立 那个才让我们得到最深的满足 不是吗 神也是这样子 神要你要我 认识祂的爱 知道也信靠祂的爱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将领受神的爱 一生之久 我们信靠神的爱 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永远相信神是爱我的 我随时来到神的私人宝座面前 请求祂帮助我 祂一定会随时来帮助我 这样子的人生 你将真实的经历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我奉祢的名祝福每一位亲爱的来宾 朋友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知道 也信靠祢的爱 主让我们的心灵被打开起 我们的眼睛被点亮 让我们看见祢是何等的爱我们 因着祢的本质 因着祢的应许 还有祢在历史上已经成就的救恩 主帮助我们全心的信靠祢的爱 没有任何的拦阻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软弱 或者外在的挫败 让我们坚定的信靠祢 与祢同行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话 要来鼓励安慰我们当中一些的 弟兄跟姐妹们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一种人 你常常觉得 不管在现场或分堂点 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圣洁 我特别要指明的是 在信这件事情上面 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有时候你很想胜过祂 却是又常常失败 以至于你觉得 神不会真正的爱你 神也不会使用你 我觉得今天神有话 要对这样子的人说 神说祂了解你一切的软弱 还有你的失败 但是神没有定你的罪 神说你没有寻求祂的帮助 你是没有办法胜过你现在的软弱的 所以不要害怕来到神面前 来亲近祂 来寻求祂 神说祂非常的爱你 你只要真实的信靠祂 祂不仅要帮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祂要与你同行 祂要大大的使用你 不要用你的想法把神排拒在外 神一直的等候你 回到祂的怀抱当中来 神也不是要等你圣洁了才回来 神说现在就回来 让我拥抱你 让我帮助你 第二种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遭遇到生命上面的打击 你非常的爱神 你甚至花很多的时间来服侍神 但神似乎夺去了你的罪爱 对你来讲你很受伤 你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我觉得今天神好像有话要跟你说 神说我的孩子 我爱你 永远不会改变 在你最痛苦 最挫折 最难过的时候 我永远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我觉得神今天有一句话给你就是 很多事情从有限的时空跟年日当中 你看不到答案 有一天你会彻底的明白跟了解 但是在那一天来之前神说 我用我自己一切的丰盛 用我的本质住在你的里面 来代替你一切所失去的 我相信神要更丰盛的向你显示 祂荣耀的本质 最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可能有人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太确定你跟这位 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也许冥冥当中你相信有一位神存在 但是这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的神 是一个需要人去惨媚祂 需要人去供奉祂的神 还是这位神是无条件的爱 充满怜悯 充满慈爱的一位神 今天你坐在这地方 你听到这边的信息 上帝向你启示祂自己 好像那一天摩西问神 好不好让我认识 你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今天你的心中的呐喊得到答案 神说我是有怜悯 有恩典 有丰盛的慈爱的神 也许你要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回应呢 神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 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透过这个救恩 我要把你生命的罪除去 我要把你的软弱除去 我要把你涌入怀中 我要让你来到我施恩的宝座面前 使我随时可以帮助你 我要把万物赐给你 使你可以完成我给你的托付 所以下面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要来接受跟信靠耶稣 我邀请你可以一句一句的 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 我相信今天你就要领受上帝的爱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更深的认识你 更深的信靠你的爱 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被成全 我把自己交托给你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我鼓励你在更多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教会 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一生奉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我高举双手 向父亲 跟随你 一生恋共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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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将我的身体 完全宣伤 是的 主 唯有祢配得 我们最大的颂赞 因为祢向着我们的爱 是何等的坚定不赢 常阔高升 主 我宣告祢今天要把这样的爱 向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在现场所有的分堂点 启示跟显明 好 让我们一生信靠祢的爱 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哈利路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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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